咱说这个老头真优秀 没事就爱把琴揍 关键人家水平还不一般 你瞅瞅这小提琴拉的 简直是惊天地气鬼神 一会儿拉哭一堆人呢 这个老头名叫老白 是个著名的小提琴家 今天就是他的专长 瞧瞧这个打扮贵气的女人阿珍 直接被老白的琴声征服 大庭广众之下 就赤裸裸地开启了工艺模式 让老白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而这个飘飘欲仙的女孩阿美 更是为老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伴随着音乐结束 老白的粉丝们疯狂鼓掌 还送来了鲜花 大树和肘子 这是怕老白饿着的节奏啊 画面一转 老白来到了庆祝会上 在这里 老白再次遇到了阿珍 阿珍呢是完全无法自拔 趁自己老公阿强不在家 火速邀请老白到家里坐坐 甚至威胁到老白不来 他就自杀 此时此刻 他的老公阿强正在被亲妹妹阿美追杀 你瞅瞅这导演扣的 甚至连子弹穿过衣服 都不舍得给衣服捡个洞 幸亏阿美最后用了剑 否则这死因还不明了呢 而这个时候的老白 在阿珍的家里 也遇到了一个杀手 说起来 这个杀手还挺让人感动呢 他的眼睛 腿和脚 各有一个是假的 人家都这样了 还出来卖命工作 看着大壮 也是鼻涕一把 累一把呀 做杀手 那是有一定的风险 带着夜市仪的杀手 差点被老白闪瞎 情境之中 小胳膊和小腿还装反了 但杀手毕竟是杀手 就算是这样 最后还是制服了老白 醒来以后的老白 发现自己已经被扣上了 而且还被安上了 一个杀人犯的罪名 著名音乐家变身杀人犯 就这样的新闻 那是媒体人的最爱呀 你瞅着这举着杆子的记者 不知道的还以为想打死谁呢 而此时的阿珍 哭得那叫一个开心 死了丈夫 送走了情妇 她终于可以开启 下场约会了 要说这老妹的警察 她也够扣的 坐个警车还得投币 老白越想越迷惑 自己咋就这样 懵懵懂懂的被判死刑了呢 喝稀饭啥便宜没占 还被倒扣了个屎盆子 为了活下来 老白直接在车上 就和御警掰车上了 车咕噜话说了八百遍 御警还是不相信 就在这个时候 警车咕噜踩上了一块香蕉皮 在空中翻腾了十八圈以后 直接落在了铁轨上 眼看火车飞速开来 老白使出吃奶的劲 踹烂了玻璃 然后把车里的人 一个个快速捧了出去 这群家伙还挺有礼貌的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不忘说谢谢 但紧接着 两个马桶塞子 直接给火车车厢拦了下来 火车头瞬间改变轨迹 向着老白就对了过来 老白拔腿就跑了二里地 火车头还穷追不舍 老白看了看被铁轨绊住的腿 因为今天小命要玩完 结果火车头懂事的绕了过去 好家伙 这二里地也算是白跑了 警察赶到以后 发现老白跑了 这家伙急得赶紧 派出大量人马上山寻找 情理之中又跑了一个 老白本来是藏在 一个垃圾车上的 经过一番激烈的跌簸后 直接滚了下来 可怜爸爸的老白 在大山里过的 那叫一个惨呢 要不是鸟妈妈 大爱无私的头位 估计老白已经嗝屁了 不过老白这运气 也是没谁了 他误打误撞 到一个小超市里 火速给自己换了一身衣服 假装是钓鱼老汉 还找机会 把通缉令上的照片 给美花了一下 然后这个大胡子 就直接躺枪了 趁着混乱 老白赶紧跑出来 又偷了身衣服换上 然后马不停蹄地 来到阿珍前夫的房子里 他觉得自己在这里 一定能找到线索 就在老白拼命 回忆细节的时候 阿美出现了 两人一顿轻轻握握 老白还给人家脑门上 留了个大嘴唇印 可紧接着 老白凭借着 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直接推测出 阿美跟这件事 有脱不了的关系 不过眼下 他已经没有办法 找到真相了 因为警官已经来到了门外 老白跟孙悟空似的 直接变成花架 趁机跳到了下水道里 这警官也是 一点架子都没有 为了破案 也是豁出去了 直接跟着就跳了进去 要说人家这外国的 下水道系统就是牛白 你瞅着人家这宽度 再看看人家这大门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地道呢 更牛逼的是 这出口竟然是瀑布 看着这警察 又要给自己扣上 老白干脆豁出去 直接跳了下去 其实没站稳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 老白再次逃了出来 然后又一次找到了阿美 该说不说 阿美这姑娘挺上道 上了就是一阵色诱 偏偏老白的意志力 还真的不坚定 要不然也不至于 被阿珍忽悠成了杀人罪犯 阿美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老白当然选择了相信 毕竟没有哪个老头 能拒绝年轻美女的 头怀送抱 然后两人 好像忘了这事似的 开始过起了 没羞没臊的生活 这也不是大壮说 老白这老头也真的是没谁了 你说人家美女 给你系个鞋带而已 你至于摆出 这么妖娆的姿势吗 咱说让我的观众朋友们 想歪了可咋整 两人当然也有 实际上的为爱供养 不过老白毕竟年龄大了 这段拍的多少有点潦草 而此时的警察 也没有放弃寻找老白 他们在森林里 发现了老白的脚印 和轮胎的轨迹 然后几乎可以确认 阿美是老白的共犯 然后决定 从阿美这里开始下手 老白现在正坐在房间里 享受着美味的意大利面 下一秒就从新闻联播里 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令 而且政府付出的成本还挺大 不仅拍出了直升机和警犬 还给自己准备了心理医生 以及成千上万个警察 更觉得是几百万的市民 也参与其中 谁只要抓到老白 就能得到五万美金的奖励 这也确实挺诱人的 这主持人很有表演天赋 导致老白瞬间怀疑阿美 会出卖自己的位置 到这个时候 老白侧发现自己过于紧张 直接把意大利面都缠了胳膊上 摆脱意大利面的老白 从出地里发现了阿美姐妹俩犯罪的证据 到现在 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辩解了 只能在警察撞门的时候 跳窗逃跑 就这马不停蹄的时候 还能来段广告植入 警察来到这里的时候 房间已经空空如也 老白躲进洗衣车里 差点没被憋死 为了找到所有的事情的原委 老白来到了医院 穿上医生的白大袜以后 老白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金蛇 直接搞死了整个病房里的患者 还顺便打晕了一个警察 抢走了他的手枪 不过好巧不巧的是 这手枪正好落在了老白的屁股里 这套枪的姿势那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骚啊 眼看着老白就要被警察逮捕 阿美及时赶来 成功为老白化起了危机 但是老白现在已经不相信阿美了 两个人激烈的争吵过后 阿美直接一盆子打晕了老白 自己跑路了 果然是罪毒妇人心的 老白行了以后 再次给自己找生路 然而手去不小心 吸在了门把手上 这时候老白就直接展现出 自己男性的人格魅力了 直接扛着门走 就问问你们还有谁 就在这个时候 当天袭击老白的甲肢男 已经来到了医院更换甲肢 而老白却闯入了医生的秘密办公室 这个警察本来是有机会 可以逮捕老白的 但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直接被一堆废尺给包围了 老白也从这一堆废尺里爬了出来 然后趁着警察不注意 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你说老白这运气 出门就碰上了一辆车 感觉就像导演给老白 准备好了似的 这小车不一般 这可是会跳舞的蹦蹦车 老白开着蹦蹦车 追上了阿美的车 但其实 现在阿美就想把他 带到玉米地里 然后直接干掉他 这一望无际的大玉米地 老白开着蹦蹦车 那是随风摇摆 大壮的怀疑 老白已经被晃荡成脑震荡了 果然不出所料 老白下车以后 直接变身尼古拉斯赵斯尔 这是蹦蹦车后遗症的节奏啊 这个时候老白发现 有直升机在追踪自己 还没等老白躲过直升机 阿美就开车赶来了 然后直升机 直接引爆了阿美的坐降 到这个时候 阿美和姐姐也不假装什么了 直接坦白 他们就是凶手 但到这个时候 阿美才明白 原来自己也只不过是 这个姐姐的一个棋子而已 而姐姐是个恐怖分子组织的头目 连贾之男的父母都被姐姐杀了 这一家子的关系 那就一个乱呐 不过为了不让姐姐对自己疑心 阿美还是对老白开了枪 但毕竟俩人曾经做过几天的夫妻 所以老白也就是擦伤而已 阿美告诉老白 自己发现了个惊天地气鬼神的真相 他的亲爹 竟然是联合国秘书长 而且现在恐怖分子 正要杀掉他亲爹 那作为嘴女婿 老白当然要救这个 比自己还要年轻的老丈人了 于是当天 他直接混入了迎宾队伍 以一己之力 挡住了贾之男的脚底火箭炮 然后带了乔美和老丈人 开车逃离现场 此时的老丈人也挺懵逼 自己连闺女都没有 哪来的女婿啊 而这个时候的恐怖分子 并没有放弃追杀 眼看着老白的车被打坏 恐怖分子还拿出了反坦克火箭炮 老白呢是气定神仙 抽空还换了个轮胎 完事还不忘擦干净玻璃 你说这车能不能是咱中国制造 挨了一炮以后 上边的人居然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就在这个时候 政府的支援终于赶到 一顿扫射以后 恐怖分子直接原地跳起了踢踏舞 最后恐怖分子也是跳累了 直接举手投降 老白成功找回了自己的清白 还顺便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女儿 两人在故事最后 还不忘模仿一把泰坦尼克号式的浪漫 你看大壮就说你俩不要太作吧 怪不得人家说秀恩爱死得快 一脑门撞冰山上这还了得呀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